灯一亮 悄悄板比较重的一边居然往上扬颠覆大家的想象 这是东区艺术路店作品之一 魁国23年的台湾灯会重回台北市举办 灯区范围也延伸到东区商圈 除了沿着中校东路的16件中大型灯饰外 台北市政府更没和东区店家与国内外艺术家合作 从超过百家申请案中筛选出是三届艺术路店作品 渐渐精彩邀请民众一起发掘探寻 我们在去年就有一个公开征求我们相关店家 其实特别东区店家里面我们都有 除了透过传单 透过我们的个别个别的邀请 那店家这边要提出他的想法 说他有哪些空间 那他的贩卖的品项 以及他主要去怎么想要怎么做 有一处的想法 那另外呢我们在也从此提供 我们相关艺术家的一个基本资料 他过去的作品 那我们就提出来 那让店家去选 让店家去做煤盒 那这边呢 等煤盒成功了 因为我们还去挑配合度高 空间够 然后呢 他本身也适合的 所以我们才去争选出来 当时有一百多间的店家来参与 那这四三家是这样子争选出来的 艺术路店作品主要集中在 中校复兴站到 国父金领馆捷运站的巷弄间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 也特别将光展区 规划ABCDE五个区块路线 让民众不仅可以欣赏到 各个艺术家的作品 也不会错过灯会的中大型灯饰 我们这一份的一个掌灯攻略 就是刚刚您提到的 我怎么去走 那其实走不只看艺术路店 因为艺术路店是其中一小部分 包含中型灯区 我怎么走 所以这个路线呢 就可以结合了 我们在光展区里面 看到了我们的相关的中型灯 再结合了艺术路店 那一个路线一直走 一直全路一直看 那这里的内容呢 我们有这五条路线呢 是可以大家可以分段 可以去使用 台北市观传播局局长陈淑慧 也在记者会上公布 2月1号台湾灯会 市营运第一天的情况 据统计参观人数超过30万人 另外2月1号早上10点 开放线上预约的 万展大展红兔小提灯 一小时就预约一空 2月1号其实上午10点 开始开放小提灯的线上预约 大概一小时 2月4号到6号 每天开放的3500站 就在一小时内 就被预约完 预约额满了 那所以呢 接着有想要索取小提灯的民众呢 要在2月4号到6号 早上10点开始 到我们市政府跟12个行政区 去索取 昨天的一个大概的参观人数 在这个部分底下呢 昨天大概有30万 1443人 人数哦 我们不是人次 以前灯会的计算方式 常常都计算 人 人次 可是我们真的就是用大数据来计算 观传局方面希望透过市营运 在2月4号前 逐一完善展示直营等各项服务设施 让23年后重新在台北市举办的台湾灯会 能带给国内外游客最好的体验及感动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